這隻英雄從登場到現在都超級強 強度逼近T0 他已經躲過超級無數多次的削弱 他就是艾琳 據說他之後還會有新造型 所以目前暫時不會被削弱 反光我們傳說有超級多弱勢的角色 官方是不會把他改強的 今天我就在新型服改強的公告 發現了 維羅要被平衡性調整喔 我滿心期待 因為維羅要被改強了 結果他只改了什麼 大招技能指示器 由原型改成膠囊型 就這樣 傷害跟技能完全都不改 官方你好狠喔 哈囉 早安你好 我是又哥 I'm yoga 今天在排位要玩艾琳 可以說是非BAN集選的射手 或者是法律師都能夠錯位 被他一技能打到很痛之外 又有50%的緩速 這個距離又遠 範圍又還蠻大的 所以跟他對線到的人都會還蠻難過 在前期就會被艾琳一直丟一直丟 我自己有想過艾琳前期感覺可以出個冷卻鞋 反正就是一技能看到人就丟 加速我們技能的冷卻 讓一技能使用更頻繁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前期我們直接出個冷卻鞋 最後期在換成磨穿鞋 感覺也是不錯的喔 雖然艾琳現在很強勢沒錯 但我們常常在講 一物克一物 高手克飛物 艾琳她天生是位技能非常的短 雖然她是有 但很短 她非常怕貼臉的角色 像是星葵 納克 呃... 派伊 反正會從很遠的地方 途徑過來貼到我臉的角色 艾琳都非常害怕 我最害怕的應該就是星葵吧 因為她很遠的地方 彈過來 黃色普攻暴擊抓一下 然後再一個大招 我就會被秒掉 因為星葵後期一個大招 是可以打到3000多的 很痛很痛 現在遊戲來到了快2分鐘 一般的射手可能會賴線 就沒事情待在自己的塔下 但我選擇不一樣 因為在這個時間點 對面的打野肯定在上半部 上半部他們一定會想要來壓魔龍 所以一定會從上半部走河道來到中路 所以我們中路絕對會有一波團戰可以打 那我們利用人數上的優勢 不用看 這個結局我們已經知道了 光人數上的優勢就已經很明顯了 那這時候洛倫 喔瘋狗喔 還這樣滑出來 馬洛跳一個大招 跳得非常good的 非常棒 喔馬洛大招成功救到我們一個字 然後再來吃魔龍 艾琳這隻角色 我是沒有出生命法杖的 因為生命法杖比較偏向續戰能力 那我呢 比較喜歡出的是 凌霜 因為我們在開大期間有點像克里希的Fu 會自動瞄準 遇到貼臉的角色 大招開起來 再開個凌霜 貼我臉的人 可能會被我瞄掉 那我呢 用有凌霜來保護我 那至於你說續戰能力的方面 我在奧義中間塞的是禱告 而不是精靈 10個禱告就是16%的魔法洗血 來去替代我們沒有出生命法杖的續戰能力 那我們這場是比較多的時機 是會往中路跑的 比較大的原因是 我們天生守長 只要一技能射到 就會有50%的緩速 那再搭配隊友的傷害 其實很好去收掉對面的盧蜜亞 尤其是盧蜜亞 天生沒有位移技能 只能依賴瞬移 那我這邊跟祖卡想說 好像能蹲一下 你看對面亥犽跑線 結果好巧不巧 對面的打野出現啦 就是這個凱恩 只是說非常衰 想對人 但反倒是自己被抓掉 這場對面的沖牌角其實非常多 這次為什麼會出凌霜的原因 亥犽 弗洛倫 呂布 凱恩 都是沖牌角 所以我的凌霜很早就出喔 玩艾琳最大最大的訣竅呢 就是一技能 就那個子彈射出去 要打得到人 因為那個把子彈打到人是最痛的 然後其次的傷害則是 那個打出去之後會有一個圈圈 然後這個亥犽 嘿嘿 上當囉 大家可以除卡 不過除卡也其實真的 好啦 好像也沒比較好 至少我沒死嘛 對吧 那我們用走的回家 因為對面有盧蜜亞 我很怕 我按回程 他一個大招砸下來 我就會被他砸死了 所以 只要對面有盧蜜亞的情況下 你不確定他有沒有大招 你就用走的回家 不要偷懶喔 OK 又殺了一次盧蜜亞 才講到他 他又死了 這個角色就是這樣 比較占裝類型的角色 天生 你就是會面臨到比較高的危險性 所以比較好殺他啦 然後對面 好多沖牌角喔 看他瘋狗欸 這樣還要塔殺進來 屢布 屢布 沒有死掉 那我們馬洛呢 一個瞬移 多了一隻凱恩 這隻凱恩 把我們馬洛給殺了 但我們的祖卡 收割的 還算是不錯喔 好險他這場選祖卡欸 對 機動性非常的夠啊 那我們趕快先把中路的外塔 點掉再說了 先把塔點掉 對面有藍 凱恩出現 我們大招直接開起來 能不能換掉一隻凱恩呢 一技能緩到50% 好像留不住 那我們馬洛直接砍進去 搭配我們一技能外圈的傷害 成功帶掉凱恩 這場就如同你們所看到的 一直打架一直裝 那我還蠻喜歡的 老實講 因為 對面很多沖牌角 像什麼凱恩啊 他們沖牌角嘛 就是要打架 那我完全說 也是比較偏向於 喜歡打架派的 那我自己其實我越來越少看職業連賽的很大原因 就他們比較偏向保守派 營運啊 我們講好聽就是營運 那我呢就是比較喜歡看那種 戰爭片 一直打架一直爽啊 我比較不是那麼喜歡 抒情片 就每個人的喜好不一樣啦 對吧 大概這樣 就像你們現在看佑哥的影片呢 比較像念經上課 很無聊的影片 那有一派玩家 他就是比較喜歡看 盧哥那種搞笑 好好笑 很紓壓類型的影片啊 對吧 就是每個人的喜好不一樣嘛 所以就 就我個人 蠻喜歡這種 享受在打架上的氛圍啦 但前提呢 要贏嘛 對吧 我們在逆風 要輸的時候 就算一直打架 也不是那麼的喜歡 因為畢竟這場遊戲會輸 那這場打起來 欸 我們又是順風 感覺就非常的不錯 降著降著 我們的裝備也快要滿裝了 就只差一件大裝 那最後一件肯定是 補護盾 拆到二塔 我們大招挖一開 那個亥啊 就殘血了欸 就被我大招打到幾發子彈而已 高地推掉沒問題 那推完就要跑囉 推完我們回去上路熟和塔之類的 然後我意外發現 這場對面的陣容是 盧蜜亞加蝙蝠俠 就是盧蜜亞加凱恩的組合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歷過 至少三四年前吧 有一個很夯的玩法 組合玩法 就是盧蜜亞加蝙蝠俠的玩法 盧蜜亞可以負責開大 幫蝙蝠俠開燈嘛 看誰在很危險比較深的地方 又落單可以抓 讓凱恩去抓 又或者是凱恩在抓的瞬間 盧蜜亞開大幫凱恩再控個傷害 對 就是那時候盧蜜亞加凱恩的玩法是還滿強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歷過 盧蜜亞瞬移 凱恩在附近 就是這個位置 凱恩直接被秒 大刀開起來 開完之後再來一個一技能 往後拉 那個駭亞直接轉 雖然我有凝霜喔 但這波 我們 我們 好像會數 這波我們是全軍覆沒 對面盧蜜亞跟洛倫還活著 什麼 該不會要被逆轉了吧 那也好險我們前面的塔贏還滿多的 那可能就要來到15分鐘的 魔神凱撒 就在這個潔骨眼 馬洛跳到了盧蜜亞把他秒掉 對面在這時間少了一個人 這凱撒高機率就是我們的吧 那我們現在就是先帶線 把別人往後壓 帶線呢 就是目的讓他們要派人去清那個線 他們少了一個盧蜜亞 又要派人去清線的同時 就更難過來搶凱撒 但我們還是要小心啦 因為他們有凱恩嘛 凱恩可能會搶喔 所以這時候打野其實壓力一定很大 就是很怕會被搶 那我很順利的凱恩沒有過來搶 喔 馬洛跳到駭亞 這個時候又倒一隻駭亞 你們說這怎麼打 我是說對面要怎麼打 少一隻駭亞捏 跟著祖卡 下路的高地也不掉了 然後大招直接開 一個凝霜 躲過凱恩 然後把劉布給殺了 一技能丟到盧蜜亞超級痛 那現在凱撒心風也進了吧 直接點主堡 這場遊戲直接結束 應該是毫無懸念的啦 躲過好幾次削弱的角色 艾琳就分享給大家 我是又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